欢迎各位同学来到课堂听课 然后我们本节课所使用的一个 对吧 应该说讲的一个课程 是我们爬取当当网的一个书籍信息 然后保存到CSV的一个表格里面 最后的话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数据可视化的一个展示 如果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 如果说你们想听的话 也可以爬取评论 爬取评论 然后做一个词云的一个展示 也是可以的 好吧 然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一个环境和模块的话 也是在这个地方 可以给大家发一下 然后我们今天的话 这个网站对不对 讲的是爬虫 爬虫的话 我们首先一定要把这几个模块给安装好 你没有安装好的话 等一下我们在实现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发现啊 你就做不了了 做不了了 好不好 昨天晚上的代码 找这个老师也可以要吗 我想看一下自己能不能运行 也可以啊 你可以去找我们进行老师要一下 对不对 当然啊 因为你是VIP学员 那肯定是可以要的 VIP学员啊 对吧 都是可以去要一些资料的 网址的话 我就先发给大家去看一看 我们今天爬的是这一个网站 先发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网站是什么 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 对于环境方面没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就开始本节课的内容了 然后上课之前的话 给大家强调一个点 就是对于本节课案例的话 有不懂的地方 可以直接在公屏上面问哦 可以直接在公屏上面问 那我们就开始了 先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上课的一个流程 也是我们爬虫最基本的一个思路 每次上爬虫课程 都会给大家强调这个东西的 因为我们做爬虫 去写爬虫程序 或者说你要爬哪一个网站 思路都是一样的 思路都是一样的 爬去任何网站 都是这样子去分析 那么首先的话 第一个就是去分析 我们的一个数据来源 通过什么呢 通过什么去分析呢 通过我们的一个开发者工具 去抓包分析 我们想要的数据内容 可以从哪里获得 可以 从哪里获得 好吧 那么首先就回归到我们网页 带大家去分析一下 怎么去抓包分析 像抓包的话 打开开发者工具 首先我们鼠标右键 点击检查 选择network 像这一个界面的话 就是属于我们所说的一个 开发者工具 也是我们在经常抓包 去要在这里面去使用的 然后这一个网站的话 其实它抓包是比较简单的 那我们刷新一下网站吧 刷新之后呢 它相应的数据内容 就会给我们加载出来 对不对 给我们加载出来之后的话 我们一般啊 对于同学你们不太会的 不太会用这个工具的同学 我告诉你怎么去找 对吧 怎么去找 就很容易的 就是什么呢 先找第一个 就直接找第一个数据包 因为第一个数据包的话 它往往是什么呢 是我们这一个 导航栏这个网址的一个URL 看到没有 是一样的吧 跟我们导航栏网址是一样的 所以说先看这一个网址里面 它给我们返回的数据是什么 直接点这个response 有些人说 老师我这个response 我看不懂啊 那你可以干嘛呢 点这个preview 可以作为一个预览 因为我为什么要先看第一个呢 就看这一个呢 因为我们要 有时候的话 它可能是一个经常网页 那你直接点这个的话 不需要说 怎么去找啊 很麻烦啊 对不对 因为你是经常网页的话 它相应的数据 都太差到一个网页远代码里面 那你直接看这个 看这一个数据包的话 你就知道 有一些数据内容 其实就可以很容易的找到 我们看一下 虽然说它有一个乱码 虽然它有乱码 但是呢 我们相应的数据的话 你应该也能看出一个大概来 也能看出一个大概来 就是我们的 我们想要的这些数据内容 是不是在它网页远代码里面有啊 对不对 这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方式啊 是比较简单的一个 那其次 如果说它不是一个经常网页呢 那我怎么去分析呢 那你就要干嘛呢 用我们开发者工具里面的 一个搜索功能 对 点击这个社区 搜索什么 搜索我们想要的数据内容 我们想要的是什么 标题我肯定是要的 那我直接搜这一个蛤蟆先生吧 蛤蟆先生 那回车一下 回车之后 它是不是也给我们返回了一个数据包 那我们点击这个数据包 其实是一样的 也是这一个ULD纸 它返回的数据也是这一个 对不对 这是两种方式啊 两种方式 但是我们常用的话 还是这一个搜索的一个功能 因为我们只有通过搜索的话 才能更加快的去找到 因为我有时候不知道它是不是 近代网页 如果说是近代网页的话 你这样子去找还是比较简单的 如果说它不是的话 那你就要通过一个 搜索的功能去分析了 好吧 所以说我们通过分析可以得到 像我们想要的这个网站的话 就都是来自于它的网页元代码里面 在它网页元代码里面的话 就有我们想要的一些书籍信息 比如说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在哪个地方 在这里吧 应该是有的 对 在这里是不是有 我们想要的它的一个书籍的标题 推荐量 然后的话 它的一个评论条数是谁 作者是谁 出版社是哪一个 对 这等等的一些信息 我们都是可以去获取的 这就是我们通过开发者工具 去抓包分析 能得到的一个结果 这是前面一直跟大家强调的 我们都是看Response 而不是看Element 你会发现我去抓包的时候 我去找数据的时候 我没有看这个吧 是不是我没有看这个 我都是在这个Network里面找的 我们知道它数据是来自于这里的时候 我们才能干嘛呢 才去这里面去看 因为它网页就是在网友原代码里面 所以说才可以 才去这里面去看它的一个标签在哪里 就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分析的话 需要大家去注意一些细节 虽然说它不难 但是涉及的一些细节地方 还是比较多的 好吧 直接通过开发者工具抓包 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对不对 那第二步 既然我们知道了数据是从哪里来的 那我们就开始实现代码的一个步骤过程 像我们Python爬虫去做一个 写爬虫程序 它的一个步骤的话 主要就是分为这几步 第一步的话是发送请求 就对于我们刚刚分析得到的一个URL地址 发送请求 哪一个 就我们刚刚已经分析得到吧 就这个吧 是不是 就这一个URL地址 给它发送一个请求 我给它复制过来 第二步就是获取数据 这里的获取数据的话 是指获取服务器返回的一个Response 响应数据 响应数据 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这个数据内容 而不是Elementor 这里再给再次给你们强调一下 然后第三个的话 就是我们那个解析数据 解析数据的话 就是提取我们想要的内容 想要的内容 因为我们获取的数据的话 是获取了非常多的一些内容 它有一些杂七杂八的 很多 因为这些东西的话 并不是我都要 对不对 我们虽然说是成年人 可以选全都要 但是的话 作为一个理智的成年人 有些东西不能要的 还是不能要 对吧 作为一个好男人 好吧 那第四步的话 我们解析之后的话 就可以作为一个什么 保存数据 把我们的一个数据 保存到本地的一个CSV文件里面 各位 然后第五步的话 就是多页爬取 多页的一个爬取 好吧 这是我们爬虫实现的一个基本步骤 就是这五步 就是这五步 比较简单 这一个案例的话 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简单的 好吧 对于思路方面 我相信应该大家是没有问题吧 但是还是按照常规的 可以问一下大家 如果说思路都跟上了同学 可以给老师扣个一吗 思路跟上同学 听明白的同学 给老师扣个一 如果说有不清楚的话 等一下我们在写代码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进行问 好吧 OK啊 都听明白了 那我们就开始写我们的一个代码 我们既然 对吧 已经给大家明确了 我们的一个代码步骤 那我们接下来写代码的话 也是按照这个步骤去走 一步一步来 这样子也方便于大家去理解 那首先 我们就是第一步嘛 发送一个请求 发送请求的话 我们就要用到我们Pathom里面的一个第三方模块 request 那么首先的话肯定是要导入一个数据请求的一个模块 import我们的一个request 对不对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数据请求模块 它同样也是第三方模块需要大家去安装的PIP install request 有没有同学不会安装模块的呀 如果说你们不会安装模块的话 可以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在我们Pathom里面 点击这个终端 当然我这个是汉化了的 如果说你没有汉化 那就是一个terminal T开头的 T开头的那个字母terminal 好吧 然后输入我们相应的一个命令 PIP install request 这个request主要是模块名 如果说你安装其他的一个模块的话 把这个名字给它改了就好了 然后我们回测一下 就可以进行个安装 然后这里面所显示的呢 哎呦完了 这里面 这里面所显示的一个东西啊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告诉我们的是已经安装完了 就是已经安装过了 安装过了 它会显示这个 如果说你没有安装的话 它是有一个进度条的一个展示 有个进度条展示 所以说希望大家去这里一些地方 需要注意一下 对于那些刚开始学的同学 好吧 那我们发送请求的话 我们要确定一下 请求的一个URL地址 确定一下请求的URL地址 我们用一个URL的一个变量 去给它接受一下 就是我们哪一个 就这个嘛 刚刚已经分析得到的 放进去 这是我们确定的一个URL地址 然后呢 我们确定了URL以后 还不够 不够 因为我们爬虫 爬虫的话 它是什么 模拟浏览器 对我们的一个服务器 发送请求 重点在于哪里 重点在于模拟啊 所以说你要 你想要伪装的话 想要进行伪装 想要达到一个模拟的一个 状态 一个程度 我们就是需要给它干嘛呢 给这个代码 给爬虫的一个代码 添加上一个HEADS 添加上我们的一个HEADS 请求头 因为这个请求头的话 主要就是作为一个伪装的 那请求头HEADS 我们要去哪里找呢 也是在这一个 开发者工具里面去找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HEADS 当然这HEADS的话 这里面有三个大块内容 这三个大块的话 第一个January 这January里面包含的一个信息 是我们 我们主要是看的是两个 就前两个是我们要去注意的 一个是我们请求的一个URL地址 一个是我们的一个请求方式 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 我给大家写一个简单的一个注释吧 第一个是我们的一个请求URL地址 下面这个get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请求方式 是我们需要去注意 去了解的 然后我们所说的一个请求头参数 它其实是在这一个requestHEADS 是requestHEADS request的话是请求的一个意思吗 HEADS的话是投 就是我们请求头的一个信息 那这里面有很多的信息 我们一般加什么呢 加我们的一个user agent 加这个就好了 user agent 对不对 这user agent的话 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 用户代理的一个意思 而可以接单吗 接单的话你可以去找我们 近期老师 你的需求和预算 可以发给近期老师 然后的话我们近期老师 会给你联系我们的一个VIP学院 帮你去实现你的一个代码 好不好 可以坚持接单 对啊 可以坚持接单 它从事可以坚持接单的 user agent 你翻译过来的话 它就是用户代理的一个意思啊 中文是用户代理 它实际上的一个含义的话 就是我们浏览器的一个 浏览器的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 你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刚刚虽然说是复制过来了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遍 是直接contry加C contry加V 但是这里有一个细节点是什么呢 我先测回一下 你先加上引号 然后给它粘贴过来 粘贴完了之后 你一定要把这里也要加上引号 一定要加对啊 位置要加对 你加错的话 等一下代码会报错 好不好 就是我们进行伪装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我们request模块 去发送请求 那就是request 点上我们的一个get请求方法 把我们的一个url和我们的一个head 给它传进去 最后的话 我们用一个race bounce的一个变量 给它接受一下 像这行代码 89行这行代码的一个意思 你通过中文翻译过来的话 它就是通过request 模块里面的一个什么呢 get 里面的get请求方法 对于我们这一个url地址 发送请求 并且携带上 携带上我们的一个head 请求头 然后发送请求 它意思是这一个 然后最后 用我们的一个response的一个变量 去接收返回的一个数据 接收返回的一个数据 也就是我们说着 对吧 一个变量去接收 它这一块内容的一个数据内容 那么可以把这个printer 打印一下这个response 看一下 它返回的一个结果 是什么东西 来来来 返回的是什么 返回的就是我们的一个 对象吧 response200 像我们在pastor里面 它的一个坚固 都是表示的一个 对象的一个意思 让它的话 这个是对象名字 response 所以说是一个response 响应对象 因为response 它的意思翻译过来 就是回复响应的一个意思 就是看名字 你就知道它是啥意思 它就是一个响应对象 然后这个200是什么意思呢 200的话表示的是请求成功 它是一个状态码 状态码 表示的是请求成功 说明我们已经 对于这一个网站 发送请求成功了 好不好 但是有些同学 就会有一个疑问 老师 你按正常的话 它response里面 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吗 为什么你打印这个response 它返回的是这样子呢 对不对 我们这如果说我要获取的是什么 获取的是跟我们在开发者工具里面 所看到的一个response 一样的话 那是获取 是获取一个响应体的文本数据 是获取它的一个文本数据 因为我们得到的话 它是一个对象 要获取它的一个文本数据的话 那就是用一个点上一个text 就是一样的了 来运行 看一下结果 好不好 这就是我们最终能获取数据的一个步骤了 获取数据 你看这里是不是也有它的一个作者名字 然后它的一个书籍名字 是不是 这就是有相应的东西了 这个是我们的第二步 获取数据 有问题吗 对于前面两个步骤 发送请求和获取数据 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 同学们 那有不清楚的同学可以问一下 如果说都听懂的话 可以刷一个鲜花 像我们榴莲似水同学的话 说可以接待吗 你是指的是 你想要发布外包呢 还是说我们的一个 爬虫 一个python 是不是可以 可不可以接待 同学们都不在吗 对吧 还是说已经听得 请问这一个headers去哪里找 headers就在开发者工具里面去找 同学 在我们这个开发者工具里面找 像我们赵梦瑶同学 是不是刚开始进来听课呀 在我们这个开发者工具里面去找 这个开发者工具 按f12选择network 刷新网页 然后的话 你导致一个第一个数据包 里面的一个user agent 就有了 任何一个数据包 因为我们这一个 对吧 我们前面跟大家说了吧 user agent是浏览器的一个身份标识 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一个浏览器里面 所以无论说你哪一个数据包 它的一个ua都是一个样子的 都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 看到没有 它ua都是长的一个样子 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浏览器里面嘛 所以说一个浏览器里面的一个ua 那肯定都是一样的 好吧 还有其他同学有不清楚的地方吗 除了我们这位赵梦瑶同学 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开始第三部内容了 找到了 谢谢 好的呢 那么第三部就是解析数据 提取我们想要的数据内容 我们想要的数据有哪些呢 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我们要的是哪些 我们要的是这个蛤蟆先生啊 这个标题我们要的 评论的一个条数 对吧 然后推荐量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吧 就 评论 对吧 推荐量 作者是谁 哪一个出版社是谁 然后的话 他的一个出版日期 价格原价折扣电子书的一个价格 这些数据内容都是我们是要去获取的 那获取数据解析数据的话 我们今天 对吧 那首先我们导入一个模块 用pursor模块 导入我们一个数据解析模块 import我们的一个pursor 对 这个pursor模块的话 他也是我们的一个第三方模块哦 第三方 模块 也是需要去安装的 pip instore 加上我们的一个pursor的一个模块名字 先导入模块 导入模块之后的话 我需要对于我们获取下来的这一个数据 进行一个转换 为什么要进行转换呢 因为我们获取到的这一个resivance pursor.tax 它返回的一个数据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字符串的一个数据类型 它是一个字符串 那我们要通过这一个模块去解析的话 是没有办法直接对于字符串去解析的 你想要对字符串数据直接解析 那得用正折 用正折就可以 但是我们是用了一个什么呢 我们今天用css选择器啊 css选择器 那我就需要对它进行一个转类型 pursor点上我们的一个selector 把我们的一个response 点tax给它传进去 那我们用一个selector给它接受一下 selector 用一个变量给它接受一下 然后这个代码的话 需要注意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这一个s是大写 一定要大写 不要小写 小写的话它就会报错 好吧 这行代码的话 就是把我们获取到的 把获取到的html字符串数据 转换成我们的一个selector对象 然后在这个对象里面 就可以调用我们css 或者说有些同学 老师我能不能用xpass 也可以 也可以用xpass 都是可以 它在这个里面的话 都是有封装的 像re的话它也有封装 但是如果说 你要用这个模块里面的re的话 建议直接用re模块 直接导入一个re就好了 那么今天就用css选择器 那css选择器的话 很多同学可能也不太清楚 对不对 选择器 它的话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根据我们 根据网页的一个标签属性 去提取我们的一个数据 提取数据 那根据标签的话 因为我们也知道 它是一个静态网页嘛 所以说我们根据标签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什么了 看这个element了 因为我们知道 它是个静态网页嘛 那我们就去看一下 我们想要的这些数据 它是来自于哪些标签 我先取一个大的吧 对不对 取一个大的你会发现 我们想要的数据 是不是都在这个li标签里面啊 我们选中这个li 你会发现 它包含的一个信息 都有一个高量的显示 都包含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想要的一个书籍信息 我们想要的 想要的书籍信息 都包含在这个li标签里面 所以我们要取数据的话 我们就分为两次去提取 第一次取的话 取它所有的一个li标签 把它这个li标签 全部给它取下来 然后再取它标签里面的 一个详细数据 那我要取这个的话 用我们 css语法怎么去写呢 如果说你们不会这个语法的话 或者说你们不会插pass的话 交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方向 选中这个标签 然后按住country 不 不要按住country 按住鼠标右键 选择我们这个copy 然后copy 插pass 就是插pass这个语法 copy selector 就是css的语法 给你们写个图 选择我们的一个copy 然后选择一个selector 这个的话就是干嘛呢 复制css的一个语法 这个champus的话 就是复制champus的 这同理可得 是不是 就复制champus的一个语法 给你们几个图发出来 那我们这里用css的话 那我就复制一下copy selector copy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按住country加f 弹出一个搜索框 这个搜索框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这里面的一个东西 一个是放的bystream selector or我们xpass 所以说 这里面的话 是可以通过字符串 或者说是css语法 或者xpass 去找数据的 那我们复制的是selector 那我给它粘贴过来 粘贴过来之后的话 你是不是看到了 我们是不是有取到这一个 我们取到的数据的话 它都是有一个 黄色高亮的一个显示 当然我们这里取到的是什么呢 只有一个 为什么只有一个呢 而不是取到多个呢 原因是在于这个地方 我们指定了第一个li标签 那我把后面这一串内容 给它删掉 你会发现 我就取到了20条数据内容 我们一页的数据的话 刚好也是20条 一共是20条 你看我们这是第一个嘛 那我选了第二十个的话 它就是最后一条数据信息 对不对 我们不会的话 就这么去写 当然 这一个的话 你还能去简化 如果说你不会的话 你直接就复制 然后放在这个里面就好了 放在这个里面 那就是什么 它这个的话 就是获取了所有的一个li标签 如果说你们会的话 会那么一丝丝一丝吗 css语法 我们就可以给它缩写一下 就给它缩写一下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的话 就是通过我们上面 这个ul的一个标签 里面的一个bundlist 这个class名字 对 class的话 我们用一个小圆点 加上它的一个名字 就可以取到 取了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有两个 没有关系 那我们再取下面的一个li 取下面li 它还是有多出来一个 是不是 你是不是发现了 原本应该按正常是21 那这里是 按正常是20 这里是21 那我就在前面 把它的标签名字 给它加上 把这个ul的一个标签 名字给它加上 就好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也要给它加个ul ul 这就是我们css的语法 还是相对而言 比较简单 那我们就用一个ls 给它接收一下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 这个ls 你可以看一下 它其实返回的是什么呢 返回的是一个空列表 返回的空列表 原因是因为我扶持错了 扶持错了 是这个 扶持错了 这里有一个重点 也是大家经常会遇到的 老师 我取数据之后的话 他为什么给我返回一个空列表 返回一个空列表的话 这里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返回一个空列表 表示什么呢 表示是没有提取到数据 但是你语法是没问题的 语法没问题 对吧 代码是没问题 代码语法没问题 没有包错 所以给你返回的是个空列表 空列表原因 我刚刚也给大家改了吧 我原本的话是 复制的是其他 是另外一个 是复制的是这个 复制的是这个 然后它的一个名 它的一个取错 我是取错了 所以说它没得到 所以我们要有时候 看到是空列表的话 你要检查一下 你的一个css语法 或者说xpass语法 有没有写对啊 好不好 来我们运行一下 它会给我们返回的是什么 返回的就是一个列表 中括号嘛 在我们pass里面 表示的就是一个列表 然后列表里面的元素的话 就是什么 select对象吧 前面是不是说了 兼括号的话是对象吧 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对象名字 select对象 那这个select对象 是不是跟我们前面 这里是一样的了 所以说我们通过便利 把里面的一个对象 一个一个给它提取出来 因我们的一个lis 对不对 一个一个给它提取出来 提取出来之后的话 这个lis也可以用css的一个方法 也可以调用css的方法 只是说这里没有一个智能提示 虽然说它没有一个代码智能提示 但是一样是可以用的 一样是可以用的 好吧 那么接下来就取它相应的数据 比如说我想要标题 那我看一下 它的一个标题在哪里呢 我直接用一个用这个箭头选一下 点到这个地方 点一下看一下 它的一个标题在哪里 标题是不是就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A标签里面的一个title属性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取上面这个 是不是有一个name class名字等于name 那我取这个name name的话用个小元点代替 加上名字 然后取下面的一个什么 A标签 对不对 我是不是就取到了 取A标签里面的什么 title属性吗 我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取标签里面的什么属性的话 这个两个冒号表示的是什么 表示是取这个A标签 然后取里面的属性的话 就用attr 然后括号 是什么属性 title属性 点上我们的一个get get 然后我们用一个编量名字 给它接收一下title 那我们可以干嘛呢 打印一下这个title 你就会发现 我们就把这20本书籍的一个名字 给它取下来了 有没有问题 那这个地方 有没有不清楚的同学 我们解析数据这一块 有没有不清楚的 当然我们有解析完 先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 解答一些问题 有没有同学不懂的 来都听懂思路 还跟得上的同学 给老师刷个鲜花 刷个鲜花 飞腾广告 对吧 风中雨者 大家都是没有问题 我们 对吧 来来回回 在真正真的认真听课的同学 就这几位啊 就这几位 好吧 那这几位同学 在坚实的听认真听 很棒很棒 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接着往下取了 评论条数 我也是要的吧 那我们看一下 它的一个评论条数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吧 那它评论条数 是不是在这个span标签 span标签 是不是一个level 对吧 这个level level下面 那我直接取这个level吧 能取得到吗 取了之后 还是20个数据 对不对 然后再取什么 下面的一个a标签 诶我取a标签的话 取不到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啊 原因是因为我们 这一个a标签 没在这个span标签里面 所以我们按照应该是什么的 按照取这个star 如果说是不是在的话 你应该展开 展开的话 它里面有数据的话 是我们想要的话 诶就是取这个 那这个97%的话 是其他的 是这个星级啊 所以说我们应该 取这个star标签 取这个star star下面的一个什么 a标签 a标签 对吧 a标签里面的什么呢 文本数据 这个是文本数据咯 就不是我们的一个 呃 说是一个什么呢 来我先复制到这里 对不对 我们attr的话 是属性选择体 属性 诶 选择器 对不对 取标签里面的什么属性 那我现在要取的是什么 要取的是标签里面的一个文本 文本的话 那就不是attr了 直接就是一个text 实际是个text 实际是个text 然后是一个评论的 数量 用一个comment吧 comment 评论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标题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评论数 好不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取什么呢 那我们把评论数也给它打印一下吧 等下取完之后再一起给它打印啊 然后还有什么呢 我们那个评论的条数有了 推荐量 对推荐量的话 它直接有一个推荐啊 它这里直接有一个推荐 是不是 直接有一个class是一个推荐 用个小元点代替就行了 那我直接快速复制一下 点上一个推荐 然后取里面的一个什么呢 它也是文本嘛 也是文本 也是文本的话 那这个推荐推荐的话 中文英文怎么打 推荐英文 哎 我不会了 对吧 有时候英文不知道怎么打的话 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先打个中文 然后翻译一下 翻译给它替换掉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推荐的一个意思 推荐 对吧 你打人 看到多了 自然而然你就会打了 这是还是比较方便的一个插件 比较方便的一个插件 如果说大家需要这个翻译插件的话 也可以去加我们的一个近期老师去要一下 好不好 那么还要取什么呢 取它的一个 哎 是谁出品的 对 是谁出的 谁出的话 它这里面就有一个 A标签 是不是 就有一个A标签 然后取里面的什么呢 取这个的话我就取不到了 我直接取这个的话 你会发现多了好几个 多了好几个 40个了 因为它有两个是一样的 发现没有 它两个是不是一样的 这两个是一样的吧 所以说它是有两个 有两个就变成40个了 所以我们要指定一下 是取的第几个 那我取的话是第一个 那我这样子取 看能不能取得到 Q的 对吧 NTHQ的 D1 是吧 1的话 你像我这样子取的话 我加个标签名字吧 DIV DIV 嗯 这样子还是取不到 如果说你像这样子取不到的话 那怎么办呢 你就根据它的一个DIV标签去取 根据它这个DIV的一个标签 它是第几个 12345 第五个吧 那这里的话我们就直接改一下 变成DIV标签 第五个DIV标签 第五个 这样子也能直接取到 所以也能直接取到 第五个DIV标签 你就按一个一个去数就好了 取第五个DIV标签之后的话 我要获取的是什么 获取哪一个 获取第一个标签就行了吗 第一个标签或者第二个标签都可以 因为它的Title属性里面就有我们想要的 那就获取第一个A标签 NTH 杠上我们的一个True的 True的话是选择嘛 我怎么把这个给点开了 True的 选择第几个呢 选择第一个 那我们就取得的是第一个标签里面的一个 是吗 Title属性 那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快速复制一下 取里面的一个Title属性 ATTR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作者 作者对吧 不清楚的话 你也可以翻译一下 作者 这是我们的一个作者信息 作者 OK吧 大家们记得网上去 它的一个出版社 对吧 它出版社和日期 出版社和日期的话 就是在第六个 那我们这里要改一下 就变成第六个了 第六个 第六个这一个DV标签里面 里面的一个什么 spam标签吧 spam标签的话 就是它的一个出版日期 spam 又给它复制过来 这还是比较简单的 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都是书图同归 书图同归 都是差不多的 然后取里面的什么 文本数据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 出版时间 那我们就用一个 日期吧 用一个日期给了代替 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那个出版社 出版社在哪里 在这个A标签里面吧 那这里的话 就spam标签 就改成A标签 A标签里面 那个文本数据 我再快速复制一下 这个就是A标签 出版社 出版社的话 对吧 出版社怎么打来着 我也忘了 直接给它翻译一下 就用这个吧 就出版社 出版社也有了 那还有什么呢 它的一个价格 是吧 就是这样子去找的 价格 那我先取这个piece 对 先取这个piece piece下面是什么 piece N 是吧 piece N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有这么多 32个 有些是有 电子书的一个价格 它这个piece N的话 是包含了我们 电子书的一个价格 那所以的话 我们这里需要 稍微改一下的 稍微改一下的 怎么改呢 那我们就取piece 下面的一个 p标签 取它的一个p标签 取第几个p标签 取第一个p标签 对 取第一个p标签 p标签下面的 再取它的一个p生 就好了 所以说我们要 需要注意一下 你要对应一下 看你的数据量是不是对的 如果说多了 对吧 多了的话 那你肯定是要改一下的 如果说少的话 那可能说有一些数据 它是本身是没有的 那就没有关系 可以少 但不能多 好不好 这个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 售价 售价的话 我们也用一个p生 用一个p生 去给它代替 这是我们的一个售价 那么在快速复制下 还有我们的一个什么 原价 原价就是38 就是p3 p4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原价 我们也用一个p3 给它接收 还有我们的一个 电子书的一个价格 折扣要嘛 要不要 要来个折扣 折扣如果说你们要的话 也可以来一个p4s 对 这个p4s的话就是折扣 折扣 是不是 那我们再快速复制一下 那么这个要它的一个 电子书的话 电子书有个p11 它直接有一个p11 那我直接取它p11 看能不能取得到 能直接取到是吧 取到p11里面的一个p生 12个 对啊 我们可以取少 但不能取多 取得少 它只有12个的原因 是因为 它有些书籍 它是没有这个的 它是没有电子书的 所以说取少 是没有问题的 你千万不要取得太多了 你取多的话 说明就有问题啊 这里也给它改一下 这是我们那个p生 就是我们那个电子书价格 电子书价格 各位 这相应的一些数据内容的话 我就全部给它提出来了 这里有一个p生 这里有一个p生 那电子书的话我就改一下吧 电子书 电子书 电子书的话 翻译一下 ebook吗 ebook 那这里有一个p生 这个是折扣 我快速复制了 给它改一下就好了 把它删掉 多复制了一行 售价原价折扣 电子书的价格 应该就没问题了 那我们把集体的 把这些数据 都给大家打印 看一下 我们最终得到的一个效果 是什么样子的 对 一个一个给它打印啊 然后还有这一个 你给它打印一下 还有我们这一个 价格 哦 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没有取啊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一个东西没有取 那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一个详情页 对 我们书籍的一个详情页的 一个URL地址 我们应该也要给它取一下 上面详情页的一个URL地址的话 它在哪里呢 在我们这个标题这里啊 对 标题里面的一个href属性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给它快速一下就行了 href 这个href的话 就是它的一个详情页 那我们这里也给它加上一个href OK 来 直接运行给它看一下效果 对 我们是不是就把这一页的数据内容 就全部给它采集出来了 同学们 OK吗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 我就接在网上想了 就我们那个保存数据了 就就是我们那个第四步 保存数据 保存数据的话 我们就要干嘛呢 给它把这些数据这种 添加到我们的一个 列表里面 这个列表 添加一个字典里面 这个字典的话 我就不给它一一写了 我直接就 就复制了 复制我之前的一个代码了 因为这个东西有点 有点枯燥 对吧 都是重复的操作 我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哦 这个是有个评价 评价的话 推荐 推荐是这个 这个是评论数 对 然后还有我们那个 电子书的价格 电子书价格是ebook 然后我们折扣的话 这是原 售价 原价 哦 还有一个折扣 折扣 折扣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PCS 快服 相信 那就没问题了 就把它保存到 我们这个字典里面 创建一个字典 给它保存进去 然后呢 保存数据的话 我们就导入一个什么 导入我们CSV的一个模块 import 我们那个CSV 对 导入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的话 是一个内置的 就不需要它去安装了 然后导入的话 我们要创建一个文件内容 对吧 先打开一个文件 open 我们的一个什么 电子 书籍信息吧 书籍 信息 点上我们的一个CSV 然后保存方式 model 一个A encoding 指定一下编码 指定一下保存的一个编码 然后我们再给它 new net 新起一行 没保存一行的话 我们新起一行 然后用CSV里面的一个 dict writer dict 对吧 就字典嘛 writer写入嘛 字典写入的一个方式 然后我们 F 把文件传进去 然后给它加上一个fieldness 这个fieldness的话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字段名 就是我们表格的第一行标头 表头 你可以理解为是表头 把我们的一个关键 我们这些字典里面的一个 关键字 给它传进去 我们给它快速替换一下 选中 country加r 然后的话用一个什么呢 冒号 括号 一个点心 是不是 然后给它替换成什么呢 逗号 全部替换 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的话是一个列表 它是个列表 这里面是一个列表 所以说我们要给它 把它变成这样的格式 最后的话 我们用一个CSV writer 给它接受一下 然后CSV writer 点上我们一个 writer handle 对 这个是写入表头 把我们那一个字段名 给它写到表头里面 写入表头 OK了 然后的话 把我们的一个数据 也给它写进去 CSV writer 点上我们的writer 直接运行 保存 直接保存 这就是保存了 我们的一个数据内容 我们的数据内容 就保存完了 给你们看一下 它保存之后的一个效果 是什么样子的 对 这是保存之后的 然后它标题 推荐量 评价 调述 对 然后它的一个 作者 出版 日期 出版 设 价格 对吧 售价 原价 它的一个折扣 这些七八八的 都有了 都有了 这是爬取我们 一页的一个数据内容 一页的话 它是有20条 因为我们第一条 是标头 然后它一共是20条 还在听课的同学 给老师扣个一 有不清楚的话 也可以问一下 同学们 给你们简单的发一个签到吧 简单发一个签到 我看哪些同学在挂机 在挂机 对吧 同时听到尾 我不知道大家是听到的是津津有味呢 还是真的是在挂机 喝口水 喝口水 顺便喝口水 OK吧 我们37个同学 是吧 我们37个同学 现在只有12位同学在 只有12个同学在 那我们这12位同学 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呢 对于我们 刚刚上述所讲的一些知识内容 现在前到前进了 先进多了 先进多了 好吧 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呢 这12位同学 有没有哪一行代码不太清楚的 可以问一下 可以问一下 如果说没有的话 我们就记得往上讲了 因为很多同学 不要不懂装装 不要不好意思 对吧 不懂就是不懂 不清楚的就可以直接问 在哪里打开后台 打开什么后台 打开什么后台 同学 这个贼同学 你说的后台是啥子后台 是开发的工具吗 书籍 这个书籍 这是王子 这个开发的工具吗 你说的是这个吗 F12 F12 或者鼠标右键 点击检查都可以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擦掉 你鼠标右键 点击检查 选择这个network 对 选择这个network 就是啊 然后刷新一下 它就有数据了 刷新之后的话 它不是就有数据了吗 或者说你直接按F12 直接按键盘的一个F12 它也可以弹出来的 这个是开发者工具啊 同学 记住啊 它的名字叫开发者工具 不是后台 好不好 我们这个职业同学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爬取我们的一个多行数据 多行的话 我们爬取多页数据 主要是看它的一个变化规律 比如说我们这一个 是第一页的一个数据内容 对 那我们就看一下 它第二页是什么样子的 这是它的一个第二页数据 对 然后第三页呢 第三页的一个URD 这是什么样子的 是这个样子的 这就是第三页的一个数据内容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主要给它 变化的一个规律是哪一个 是这一个吧 对 是这一个吧 后面这一段参数啊 所以我们可以给它 构建一个循环 给它构建一个循环 for一下 在哪里for呢 在这里for for我们的一个page in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range 从第一页 爬到第多少页 它一共有多少页数据啊 看一下 一共是25页数据 那我们就到26 爬到26 然后后面的内容 全部给它选中 按一个table键 集体缩 集体缩近一下 然后再用我们 自幅串格式化的一个方法 把里面的内容 给它替换掉 page 这的话就是可以实现 一个多页的爬去 那爬去之前的话 我们可以print 打印一下 正在爬去 递多少页的一个数据内容 页的数据内容 然后我们用一个 用些符号吧 让它做一个区分 用个分割一下 那爬去之前的话 我们再导入一个模块 导入我们的一个时间模块 import 我们这个tump 导入这个模块的一个原因 是在于 我们每次爬的话 稍微给它来个延时 点上我们的一个slip 延时一秒钟吧 1.5秒吧 给它延时1.5秒的一个时间 然后进行个采集 然后把这个就给它删掉 把我们前面所采集的一个数据 我就给它删了 来 直接运行一下 正在爬第一页 然后等1.5秒 就爬第二页 然后等1.5秒 爬第三页 然后第四页 第五页 给它一个延时 给延时的一个作用 就是为了防止被反爬 对 被服务器识别 因为爬得太快了 容易被封IP 所以说我们稍微慢一点 没有关系 有时候的话 男人嘛 还是持久一些 会好一些 太快的话 总是不那么恰当 对不对 防止服务器识别吧 对的 稳妥 稳妥起电 虽然说你直接不加的话 也没问题 但是为了 对吧 给人家服务器减少一些压力 减少一些压力 别爬那么快 好吧 这就是爬取我们 25页的一个数据 我就都给它采集下来了 简不简单 对于本节课内容来说的话 是不是 很简单吧 爬虫就是这样子 非常非常简单 简单的压批 简单的压批 来 我们看一下数据 一共的话是500条数据 从第二 因为第一页的话 第一条数据的话 是个表头嘛 字段名嘛 它所以说按正常的来说的话 它应该是501 对吧 501 就是500条嘛 对不对 就是500条数据 相当的数据内容也有了 它详情页也在这里 就是我们去做一个数据采集 简单的 还是挺简单的 还是挺简单的 是挺简单的 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 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一些东西 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些 基本的一个采集 当然这些数据的话 你也可以做一些处理 比如说像这个推荐 对吧 推荐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推荐给它删掉 这个条评论 你也可以给它删掉 然后的话 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的话 这个名字 你也可以给它删掉 这个 这个钱的符号 也可以给它删掉 好吧 这就是我们这一个内容 前半部分的一个内容 前半部分的一个字典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有没有不清楚的 是不是手衣服 对吧 觉得老师讲的怎么样 好不好 对不对 别光听课 夸一下我嘛 让我开心一下 行不行 对不对 大家都死气沉沉的 都不说话 那有啥意思呢 让我一个人孤枯吝吝 好不容易下午 给大家讲解课 对吧 我都要阴阴阴了 我都要阴阴了 我要阴阴了 很难受啊 阴阴 对吧 大家都不理我 好不好 这的话就是采集数据 还是相对而言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就看你们有没有问题 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记得往下讲了 记得往下讲 阴阴 我要阴阴了 真的是太过分了 来给你们大概看一下代码 给你们过一遍代码 首先的话 这一块是我们的一个创建 对吧 如果说有有不清楚的地方 你可以看一下哪一个行数 行数是多少的话 你可以在公屏上输入一下 说哪一行有问题 不太清楚的 这个是我们创建一个文件 创建我们一个文件 就是创建一个文件 然后把我们的一些字段名嘛 这个就是我们的字段名 它字段名的作用的话 就是主要是写在这第一行 就让我们大家 爬取数据的话 可以看到哪一行数据 哪一列数据 这是属于一列吧 这是一列 这是一行啊 哪一列数据的话 是一个什么呢 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 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是好看一些 然后这是写入表头 然后for循环便利 便利的话 构建一下我们的一个 多页的一个URL地址 多页的一个URL地址 然后的话 对它发送一个请求 获取它相应的数据 做一个解析 这就是我们CSS的一个语法 然后呢 把我们这些 获取下来的数据 保存到一个字典里面 然后的话 进行一个保存 其实就是这些 没有其他的话 我们来做一个数据展示 数据可视化的一个展示 做数据可视化展示的话 数据分析 我就不给大家讲了 因为 因为我们爬起数 因为这个数据分析的话 没得讲 它都是用模板直接套的 用模板直接套的 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数据的话 相对而已 还是比较工整的 没有什么花里胡哨 很乱的一些数据 这个数据都是工工整整的 因为我们自己爬的话 就会本身 爬的时候 就会对一些数据 做一些处理 你要数据可视化 数据 可视化 我们一般做数据可视化的话 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一个编辑器 用的编辑器 编辑器 都是用的Jupyter Nautbook Nautbook 给它大写吧 大写我感觉好看一些 这个的话 你是需要去安装的 你安装的是需要安装 如果说你是 Anaconda的一个环境的话 是自带的 安装就跟安装模块一样 PIP in store Jupyter 加上这个模块名字就好了 是跟安装模块是一样的 然后安装好了之后呢 怎么去用啊 来 我们这里是有一个现成的代码 怎么去用呢 教给大家怎么打开这个文件 按住Shift 按住Shift 加鼠标右键 它会有一个框框 有个东西 哎呦 按Shift加右键 有个这个文件给你弹出来 然后你选择哪一个呢 选择这一个 在此处打开 Pro ProShield 对吧 ProShield 我一下子怎么忘记 这个单词怎么念呢 来我们来一下 这个单词都念错了 不得行 Shield PowerShield 对吧 PowerShield 打开这个 打开之后的话 它会有一个蓝色框框 蓝色的一个窗口 给我们显示出来 在这里面 我们就直接输入Jupyter Jupyter 回车 回车之后 它会自动给我们弹出一个窗口 弹出一个浏览机窗口 那这个窗口里面 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 这个代码 点击一下 点击之后的话 就进入这个代码里面了 然后我们可以干嘛呢 给你看一下我们 做的一个可视化的一个操作 对吧 这就是我们实现的一个代码了 导入的是我们 用的是Pandas模块和PyeChars 好吧 没有用其他的 因为我们做的数据处理的话 比较少 先导入我们的一个数据嘛 导入数据 导入数据的话 做一些简单的一个书名 对吧 有些是书名 有些是标题嘛 对不对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处理啊 因为我们数据还是比较工整的 然后直接套模板 直接套模板 模板直接在后面这里套模板 把我们这个Jupyter的一个模板 对吧 直接给它套进去 然后做一个可视化的一个效果图就行了 因为我们数据的话 就这个做 做数据分析 你不要做数据处理的话 直接就相当于套模板 真的就是套模板 就很简单啊 比爬虫的话 数据分析在于爬虫哪 难在哪呢 它如果说那个数据很乱的话 你要做数据一些 做数据处理的话 就比较麻烦 但是你数据比较OK 比较好的话 你直接套模板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当当数据网 原价价格的一个区间 对吧 原件价格的一个区间的一个 柄状图啊 然后这个是我们售价的一个柄状图 基本上77%的话都是50块钱以内 50块钱以内 然后它出版社的一个出出的一个情况 我们出版公司 这是哪个出版公司啊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它500本里面有29本是他们公司的 就前500本嘛 销量前500里面有29本是他们公司的 这是一个排名 然后还有一个电子书的一个占比 我们电子书的一个占比总占比的话 只有书籍的30% 500本里面500本里面有30%就相当于150本吧 150本有电子书的一个出售啊 有电子版 然后评论量最高的 对吧 前20本 是不是 这就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可视化 当然你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 都是可以的 因为这可视化的话 因为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去说明的一些东西 好不好 简单吧 大家想不想要这个代码呀 对吧 来夸一句自由老师真帅 可以送代码 对吧 我这里就厚着脸皮夸一句自由老师真帅 啊 这个这个可视化代码就给大家赠送一下 对吧 让我 对吧 夸一下夸一下 赶紧夸一下 哎呦 哎呦 我脸都红了 脸都红了 好吧 如果说需要这个 对吧 可视化的圆满的话 可以去加我们近期老师啊 可以让他去 找你要一下 老师会计件是哪个 那你说的会计件是指的哪一个会计件 你问问题的话咱们啊 我们很多同学 对吧 问问题的时候 你要把问题描述清楚啊 你不要靠我去猜 因为我猜不到啊 有时候 有时候猜不到啊 老师摸摸哒 对吧 对吧 这个的话就其实要干嘛呢 你也有 这个的话我要打入一个东西来嘴脸 要加个书名哈 对吧 这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嘴脸 是吧 大家太太太真实了 太真实了 可视化的一个会计件 Shift加右键 Shift加右键 你说的是那个框框吗 是这个框框吗 Shift加右键 加鼠标右键 对 Shift加鼠标右键 对吧 你可视化的一个会计件 所以说它 描述问题要描述清楚啊 同学应该说 刚才打开的那个窗口 对也行嘛 这样子我就知道了 你说可视化的一个会计件的话 我人傻了 有时候要猜的话挺难猜的 好吧 这就是我们内容吧 现在的话也三点半啊 三点半也差不多 如果说你要爬评论的话 也可以爬 也可以爬 先给大家解答一些问题吧 有没有平时遇到一些问题 如果说没有啥问题的话 我们也可以干嘛给你们解答 对吧 直接讲爬评论了 今天的话就是存干货给你们讲一节课 做招生的话 因为我看一下大家听课的都是 都听了很多次的 招生的话感觉就是 怎么说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想学的话应该都报名了 现在这里听课的同学 大多数都是想白嫖的 对吧 不想白嫖 想要付费的话 应该大家都该报名的同学已经报名了 每报名的同学还在这里犹豫 还在纠结 好不好 就不专门给大家做一个招生了 如果说想要学的话 对吧 想要了解 也可以去找我们旌旗老师去了解一下 居然没人 没人 没人给我来个配合 说老师你们招生的是什么 什么是招生啊 你们招生课程是什么 对吧 你考虑给个面子 让我对吧 有点 对吧 有点存在感嘛 是不是 还是有同学不知道的嘛 真的是 我想报名 对吧 我们理事业同学已经报名了 理事业同学已经报名了 同学们有没有一些问题想问的 有没有 对吧 平时学的一些学的咋样 对吧 不知道学派生怎么去学啊 不知道对吧 应该怎么才能学好啊 重新报名 我想交钱 怎么报名 怎么报名吗 我们这些同学 我们说到这个报名的话 我还是老规矩吧 来给你们做个招生广告嘛 不做招生广告 我感觉这一节课的话 不做招生宣传 我感觉我这节课不够完美啊 不够完美 也许对大家来说 这节课的话 一个实现效果已经出来了 已经完美了 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 不做一个招生宣传 我觉得这节课也是不够完美的 好吧 我们在哪里报名的话 在清登 在腾讯课堂上面报名 腾讯课堂上面 我们这个贼同学 腾讯课堂 对吧 腾讯课堂 其实你百度收清登教育就好了 百度收一个清登教育 它直接就有的 第一个就是 然后我们现在课程的话 对吧 就在这个里面可以报名的 我们那个付费课程 然后你们现在报名 全套课程的话 对吧 是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学费减免的 像我们这些同学 那全套课程里面 教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 就教这些东西 像我们那个核心边缠 对吧 基础入门的核心边缠 爬虫 像爬虫我们同学说的 JS解密的混乡 对吧 JS你想的一个混乡 混乡还原 我们也是教的 好的老师 那我们这位 这些同学的话 就如果说想学的话 可以去找我们 近期老师 好吧 这些同学 好的老师 这里面的话 是从零基础到 项目实战的 都会给大家教的 然后主要是 面向就业的 你学完这个课程的话 用心学完 不说多了 8到15可以工作 8到15可以的一个薪资工作 是刚刚的 薪资工作 好吧 跟上老师 跟上老师学 七个月 学完之后 对吧 是可以找到一个 8到15可以的一个薪资工作 就是想就业的老师 那挺好的呀 对吧 那这个我们课程 就是面向就业的呀 我们的一个系统课程 我们这个VIP的 就招生 我们招生的这个课程 就我们所说的一个系统课程 就是面向就业的 对 你学完之后的话 是可以找到一个 8到15可以的工作的 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啊 其实我们课程 所教授的内容 所教授的一个内容 都是符合 各大企业招聘的 招聘需求的 你也可以去那些 招聘网站去看 像我们这些同学的话 你打算去哪个城市工作 这些同学 像我们直接可以去 播视频上看一下 对吧 对吧 比如说你像这个的话 是深圳的 10到15K 它的话是要的是什么呢 像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开发 Flask框架 或者Jungle框架 然后还有一些 前端的知识 会一些Word的一个表格 对吧 像这些的话 我们都是有教的 在我们的开发里面 对 后端 Flask框架 Flask的一个框架 然后的话前端的一些 对吧 一些HTML CSS 然后我们JavaScribe 是不是都有啊 都是有的 比如说你像 招就业其他的 像爬虫的方面呢 也是可以去做的 像Python 它岗位还是挺多的 你看这个5到10K 我们看一下 它5到10K是什么 本科以上 这也是招开发的呀 Flask框架 对吧 Ninux 服务端开发 MySQL数据库 像Ninux和 MySQL数据库的话 就是在我们的一个高级开发里面 Ninux 数据库MySQL 是不是 都是有啊 都是有 好吧 其实能做的还是挺多的 它招聘的话 你看像这个 应届毕业生 占校的 10到15K 它要的是什么 会金融啊 会MySQL 还有SQL server 对吧 这是我们数据库里面的一些支持 面向对象 对 Python 会Python 然后是一个 硕士的 这个是要你有硕士的一个学历 如果说你是硕士学历的话 就这个还 薪资还是可以的 不错的 对不对 这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还挺多的 挺多的 你看这个 15到13K 也是 对吧 也是Ninux MySQL数据库 然后的话会开发框架 Python的一个开发框架 然后其他也没了 像这些东西的话 在我们课程当高里面 都是有交的 我想先做外包再就业 也是可以的呀 先外包再就业 是什么的问题 你做外包的话 还可以积累自己的 自己的一个开发经验 因为你做外包 对吧 做外包 还可以积累 开发经验 像我们刚刚也在招聘的时候 也看到了呀 也看到他有些的话 是要求的是什么呢 你的一个开发经验 对 你看开发经验 看到没有 两年以上的一个 Python开发经验 他的一个工作经验 是不限的 工作经验不限 但是他要求是 你有两年以上的一个 Python开发经营 这个也是 开发方面的 全占开发方面的 Jungle嘛 对吧 也是我们那个开发框架之一 好吧 所以说找工作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主要是你要掌握好技术 就可以了 你像这种薪资这么低的 学历不限 就会爬 淘宝店铺数据 你像爬淘宝店铺数据的话 我们公安课 我们公安课都讲过 像这个网站 对吧 爬淘宝的一个店铺数据 我们公安课都讲过 你公安课 你听了公安课 听了那一节课 你就可以找一个 2到4K的工作 MongoDB和Masko有什么区别 一个是关系型数据库 一个是非关系型数据库 那你这个话 你就要去了解 什么是关系型 什么是非关系型 好吧 对吧 关系型数据库 好 非关系型数据库 对吧 它是有一些区别的 你这个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这一句话两句话的话 也给你们说不清楚 看到没有 还挺多的 像我们对吧 一般 你看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关系型数据库 Masko 像我们MongoDB的话 那些一些非关系型数据库 它还有一个Reduce 还有一个Reduce数据库 它是有三个的 有三个的 一般我们最正常用的话 就是这三个 MongoDB Masko数据库 还有我们的一个Reduce 这三个 常用的 好不好 我要先做点技术 搞点外包 积累点经验 毕业了 直接去做工作 可以的呀 可以的呀 像我们有位同学 我们有 我们之前有位同学 他大二 大二去实习 就找了一个实习工作 大二暑假工实习 他也是干嘛呢 也是在学校里面 先接外包 然后他大二有时间嘛 暑假的时候 有时间 然后去做一个实习 暑假工嘛 四千块钱 暑假工 我觉得OK了 因为刚刚跟这边也差不多的 像这种也是差不多的 应急毕业生实习 你暑假去做个实习的话 几千块钱一个月 还能积累自己的一个经验 又能积累工作经验 又能积累自己的开发经验 还是相当不错的 像这种薪资比较低的话 你们做一些实习的话 是可以去做的 可以做的 积累自己工作经验嘛 毕竟还没有毕业 打个暑假工而已 像这个急招 对吧 还有一个急招的 Python10到25K 这个的话 要你大专以上学历 会Python后端 Jungle Flask 对吧 然后我们那个前端的一些东西 Linux 会我们的一个数据结构 Masko数据库 对不对 还有那个Sircle 的一个语法 这个的话 就也是招的开发 还是急招大专 10到15K 那么课程里面也教了 像我们那些话 如果说你跟老师学了之后的话 像这种工作的话 你就可以去直接去应聘啊 直接去面试 直接去应聘就好了 那东西都教你了 所以说去找工 只要你学的OK 对吧 那没问题的 而且毕竟的话 我们现在还要干嘛呢 还有一个就业指导 我们报名课程的话 都有就业指导的 Python的 边前Masko数据库 后端前端界面 对不对 我们后端也教了 前端也教了 数据库也教了 经验两年以上 对吧 所以说你越早有经验积累 越早学越早有能积累自己的一个经验 你的一个 你的对吧 你的薪资待遇啊 无论说你去找工作啊 也会更好一些 OK吧 好吧 真的就是你们要去 如果说想找工作的一些东西 然后想学 我们系统课程里面的话 就是这些了 现在报名的话 是有优惠的 现在报名课程 现在报名课程 是有优惠的 优惠 第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 腾讯课堂的一个学费减免 腾讯课堂的一个学费减免 可以直接减700的一个学费 第二个的话 是可以 享有分期免息学习的一个 分期免息学习的 然后第三个的话 是什么呢 我们的一个 两年的一个学习权限 第四个呢 就会赠送外包 赠送外包 外包订单 就100%会提供一个什么 提供外包订单 提供 最少两个 最少两个 对 这是我们最近报名的同学的一些 给大家 给到大家的一个优惠 可以吧 来 现在还在听课的同学 给老师扣个一 现在还在听课的同学 给老师扣个一 小评和这同学 其实我们系统课程的话 东西还挺多的 你们都是可以去找我们老师 去了解的 对吧 一般我们的一个专业的 科夫老师是 对吧 清风啊 但是今天的话 就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招生吧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招生学习团 就没有去给大家详细讲了 你们也可以去找我们清晴老师 去找他了解一下 好吧 然后活动的一个名额啊 也可以去找他要一下 想学的话 自然就 都会给你们讲解的 好吧 其实的话 我们这节课的话 也给他讲了 那你们想听爬评论吗 想想想想听爬评论啊 爬评论的话 也挺简单的 因为我们 原本我背课的 打算给大家讲的东西 已经差不多讲完了 就是说 唯一没讲 没讲到位的 就是什么呢 唯一没讲的 不够细致的 就是我们那个招生啊 招生讲的不太细致 招生讲的不太细致啊 反正知识点给大家讲的 有点太详细了 就很多有时候有 我们的有一些公安科学员 还有一些VIP学员 他会经常开玩笑说 老师你们 你们能不能讲公安科的时候 能不能别讲那么详细啊 能不能留一首 对吧 你不留一首 谁会去 对吧 花钱买你们的课程呢 对吧 有时候我也想 好像也对啊 也对 对吧 我不留一首的话 对吧 都在听公安科 给你们都学去了 那我们付费课程 就没人报名了 是不是 好像也不无道理 不知道大家你们是怎么觉得的 但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但是有时候的话 对吧 该讲的一些东西 还是得讲一下 不然不讲的不清不楚的话 反正不太好 对吧 我第一次碰到 有人会嫌弃我们课程 讲的太详细了 讲的太细了 讲的太好了 而导致什么呢 导致公安科讲的太好了 导致没有人报名VIP课程 觉得公安科内容 讲的还可以 我人傻了 我当时我人傻了 我都人都梦了 对吧 讲的好 反正没人报名 人都傻了 像把我们的一个评论的话 也是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的 把评论的话 我们也打开这个开放通知 然后选择第二页 直接点第二页 然后让他去加载一下 像这种数据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XHR 在这个里面 就有我们想要的一个什么呢 评论数据 嗯 他评论数据在这个里面吗 在这里面 看到没有 我以为他是一个字典的那种数据 对齐的 结果 他不是 我想多了 我以为 我以为他是像这种 有一个什么列表 列表里面都是我们的一个 评论数据 其实他是在这个HTML里面 像这个的话 可能就是需要用到什么呢 用到正折了 这个的话应该要用正折去匹配了 用正折去取 你用XPASS取的话 因为你看的标签 看的不是很舒服 这个用正折取会方便很多 然后要请求的一个URL地址 就是这个 请求的一个URL地址 这里面是请求的参数 那请求参数的话 这一对比的话 根据经验来说的话 应该是这一个 根据经验而谈 应该是这一个 参数发生变化 第二页是2 那第三页的话 它必然是个3 经验之谈 经验之谈 给你们看一下 那第三页应该就是个3的 看到没有 是吧 唯一变了一个参数 就是这个 这就是经验啊 这个就是经验 是不是 你们去分析数据的话 有时候会觉得 老师你为什么找数据 找得那么快 这个就是经验之谈啊 对不对 那直接爬的话 就直接获取这个URL地址 可以给你们快速写下代码 给你们写下代码吧 给你把这个东西 给它爬出来 可以写写的快一些 就不给它 作为一个详细的讲解了 因为的话 思路方式都是一样的 那么一个URL 把URL地址给它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 我们只复制一段 然后中间的一个请求参数的话 我们就用一个Headers 不用一个Data 去给它接收 这中间的一些数据内容 我们用一个Data 我们就不给它写一长了 如果说直接复制过来的话 有点长 然后我们通过一个 拍掐里面的一个正德表 是把它这些内容 给它替换一掉 你们看我操作就好了 看我操作 对吧 看我们操作 给它替换掉 Data Data 2 全部给它进行 我这里输出问题了吗 扣号 点心 问 冒号 空格 扣号 点心 我刚刚是打的啥 全部给它替换掉 替换掉 加个逗号 对吧 replay的时候 替换 然后呢 给它 缩进一下 然后加个Headers 像这种网站 像这个扒评论的网站 一般的话 你加一个UA 它应该是得不到数据的 而且它是一个动态数据 一个动态网站的话 你 而且是一个电商平台 你加一个UA 它应该是得不到数据的 Response 对吧 request 点上我们的 点上我们的一个get URL 嗯 不叫重文 URL等于URL 然后performance 等于我们的一个data Headers 等于Headers 那么可以print 打印一下这个Response 应该是得不到数据的 应该是得不到的 毕竟它是一个电商平台的评论数据 你不加其他的请求头的话 嗯 哦 它得到了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打脸了 对吧 它打我脸了 它打我脸了 它得到数据了 对吧 我以为得不到 结果得到了 得到的话 直接取阶层数据啊 用peeper 证则模块 给它直接格式化输入一下 取它的一个阶层数据 然后取里面的什么呢 我们要取里面的一个 data list 再取它的一个list 再取它的一个html 取了这个html的后的话 它返回的就是我们的一个 字符上数据 用我们的html data给它接收一下 那这里的话 我们就需要导入一个模块 import我们的一个 re证则表输是 导入我们的一个证则模块 导入证则的话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 它的一个评论数据在哪里 看一下它评论数据在什么地方 我们直接复制一下吧 我们爬的是第几页啊 爬的是第三页啊 爬的是 第三页的一个评论是吧 爬第三页评论的话 我们直接复制一下 看一下这个评论的一个数据 在哪个地方 我们不能根据这里去获取啊 我们不能根据这个里面的 一个标签去提取 我要根据服务器返回的一个数据 它返回的一个数据 是什么样子的 我再进行一个提取 返回数据的话是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我直接根据A标签里面的来吧 根据A标签 诶 死边标签嘛 那我直接把这个死边标签 给它复制过来吧 诶 直接把它这个丸子的一个死边标签 给它复制过来 然后通过我们R1 R1点上一个方道 粘贴过来 它是有单引号 如果说引号 它有单引号的话 那我外面的话就不能用单引号了 它里面有单引号 我外面的话就用双引号 不然的话就会报错 外面就用双引号 然后有些东西 就该给它替换掉就替换掉 这个不要 用个点心问 是哪个是要的 中间这一段内容是我们想要的 评论的数据是我们想要的 用括号括起来 点心问 然后从哪里去匹配 从我们的一个HTML data里面去匹配 最终匹配的结果 你们也可以干嘛呢 在我们这个里面进行一个检测 看能匹配到多少条 匹配到十条数据 那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们一页的话应该大概 大概是十条 如果说是一个整数的话 可能也许是没问题的 那我们最后的话 可以用一个comment 对吧 用个content吧 content list 给它接收一下这个数据 然后呢 for便利一下 for index for content吧 直接content 因我们的这个content list 然后我们plenter打印一下 给你们看下效果吧 plenter打印一下这个content 直接运行 对 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一个评论数据啊 然后把它进行保存 保存到我们的一个文章里面 那我们的话就是一个书籍评论吧 书籍 书籍 书籍的一个评论 对吧 点上我们的一个txt 保存方式的话 我们用一个a 这个中文就很烦啊 然后我们encoding utf-8 要给它一个编码 我们保存文本的话 都要给它指定一下编码 sf f点上一个write 那我们content写进去 没写完印行的话 我就给它干嘛呢 给它换个行 给它来一个换行 给它换行 这样子就可以写入了 然后给它来一个多页爬去 for我们的一个pitch 英国我们的一个什么range 从第一页到我们的一个第十页 我爬十页数据吧 不爬多了 给它回测一下 然后把这个pitch给它传一下 给它替换掉 替换哪一个呢 替换的是这一个 然后每次打印之前 我也给它干嘛 写一下那个吧 写一个分割吧 正在爬取 正在爬取第多少页 配据 数据内容 然后也给它一个延时吧 然后每次爬完之后 我们延时1.5秒 按直运行吗 你写在服务学坏外的话 我怎么保存呢 你这个写在服务学坏外的话 我怎么保存 那你要么就这样子 你要这样子的话 那你就是 content 等于什么呢 点上我们的一个join content list 然后你不要循环 我不循环 我直接这样子保存 或者这样子也行 那直接运行一下 哦 我写错了 把这个删了 我还给它加了一个换行 问题不大 当时会有空格 虽然说不影响 但是的话 一样是能保存的 看到没有 一样是能保存的 那直接给它删了 第一页 第二页 第三页 我就没打印了 因为我没打印了 你就这样子嘛 你不要负循环的话 那你就这样子写 这样子写 用个join的方法 把我们列表合并成一个字符串 这里报错了 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阶层数据 是我们爬在爬第十行的时候 爬第九行 应该是爬第九行的时候 报错了 为什么爬第九行 报错呢 是原因在于什么呢 首先你要看它 有没有第九行数据 其次呢 就是因为我们爬的话 是一个 要登录了 它要我登录了 对吧 登录了 它要我登录了 所以说这个是 已经有验证了 已经有验证了 因为我们爬到第九页的时候 它已经是需要我登录了 我没有登录 没有加cookie的话 是得不到这个数据的 看不到数据了 所以说我们在爬这个时候 就按照我们刚刚讲的一样 你这个的话 headers里面要加cookie 最好的话 是把cookie跟什么呢 reform防盗链给它加上去 把cookie和reform的防盗链 给它加上 对吧 它已经现在要我登录了 已经要我登录了 我不登了 我就不登录了 对吧 你加登录的话 你登录之后加上cookie的话 一样是能爬的 这里我就不会给它写了 这是我们前面说的 这个 我说我原本以为 只加一个UA是得不到数据的 结果它是可以得到数据 但是你爬到第九页的时候 它会给你报错 给你报错 但我们相应的数据一样 是可以采集下来的 评论数据看到没 每行都是一条评论数据 还挺多的 保存到一个文本里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